英國廣播公司報導 指國會下議院副議長埃文斯 在當地時間星期六被捕 正在接受調查 他涉嫌在2009年7月到今年3月期間 在南開夏郡彭德爾頓的住所 性侵犯兩名二十多歲的男子 55歲的埃文斯是保守黨資深成員 曾經做過黨副主席 擔任國會議員超過20年 三年前獲選為下議院副議長 他在2010年接受當地傳媒訪問時 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 有分析認為埃文斯的醜聞 可能影響保守黨的執政地位 上週由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家執政聯盟 在地方選舉中受挫 兩黨共失去了大約460個議席 相反支持英國脫離歐盟的獨立黨 議席由8席大幅增加了大約140席 成為英國政壇第四股勢力 英國每日郵報報道 只如果因為埃文斯的醜聞引發補選 獨立黨有機會爭取首個國會議席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金營報導 平均消防 平均消防 全部5 報道 一多 2010 2010 18 2011 2010 21